各位好,歡迎加入大愛十點新聞 我是林國新 首先帶您看到 中東地區衝突不斷 烽火再起 以色列政府表示 台拉維夫有一間房屋遭到火箭攻擊 軍方研判是由控制加薩走廊的哈馬斯組織所發射的 隨後,以色列也發動攻擊來反擊 畫面當中看到 夜空當中冒出大火爆炸聲不斷 以色列政府針對加薩市 以及周圍地區哈馬斯組織的目標展開了攻擊 最近幾個星期以來 以色列還有巴勒斯坦的緊張情勢 可以說是再度的升溫 由於以色列將在下個月初的時候 將會舉行大選 這起事件發生的十幾點 外界都說相當的敏感 伊朗連續好幾天大雨不斷 全國31個省份當中 就有25個發生的水災 目前得知有18個人死亡 70多個人受傷 滾滾洪水傾瀉而下 伊朗西部以及西南部是最主要的受災地區 嚴重影響到5萬6千人的生活 由於目前是當地的新年期間 許多搜救單位正在休假 可能會造成救災人力不足的情況發生 因此政府單位緊急取消了假期 宣布進入戒備的狀態 來關新東非受到風災的後續消息 目前各國的救難團隊還有物資陸續抵達了 一代氣旋受災地區 也因為當地許多道路中斷 只能出動直升機來救援 救難人員目前也努力地搜尋 是不是還有生還者 大家都期待奇蹟會發生 救難人員從墨山比克空中搜尋代言民眾 終於在沒被大水淹沒的一小塊陸地上 找到幾位災民 準備放下升降設備 把他們救上來 搜救的人員不只有來自各國的空軍 也有私人組織的飛行員都來幫忙 除了尋找生還者 直升機也深入偏鄉災區運送物資 因為阻斷的交通 讓這些地區完全成為孤島 恩亞馬坦達空地上 災民冒著大雨 赤腳踩在泥泥地裡 揚緊期盼 等到打開機艙的那一刻 居民看著來自各界滿滿的愛心 都歡呼起來 因為他們終於不用再挨餓受動 連日來心頭的陰霾終於慢慢消散 新巴威的救災行動也在持續 醫療直升機從偏遠地區幫助運送病患 載由待命的救護車馬不停蹄開到附近醫院 當地政府官員表示 有更多地區急需幫助 目前還在想辦法進駐救災 不論是官方還是民間團體 只希望能夠爭取多一點時間 盡可能為災民送去更多幫助 大雨新聞 鄭宇璇編譯 東非三國受到氣旋的侵襲 志工展開了勘災行程 即使道路中斷 泥泥難行 但是志工們還是不放棄 另外在地球的另外一端 青海省的玉樹因為雪災 導致不少高山遊牧民族 出現斷糧的危機 志工在勘災之後 任著寒冬還有高山正 為居民帶來希望 正言上人在今天的鞠躬早會當中 特別感恩志工 使命必達發揮了菩薩使命 看看人間真是無常事多 百態人生啊 零零種種說不完的人生變動 很難意料的一生中呢 會變成怎麼樣的人生 但是可以看到氣候大變遷 極端的異常 所以看見大水災 豐災 破壞了 造成了毀州三個國家 這將近十多天來 真的是心靈很折磨地 挂念的 無奈的 當然也有在大陸裡 前一陣子的血 造成了災難 在青海 更高的高山上 慈祭人啊 救災看災 那樣的菩薩心啊 菩薩行 他們一定要做到 做到了菩薩疼惜眾生 用很真誠的心去付出 對我來說 向著這一群菩薩 我尊敬的 無體陀地 持續帶大家關心一代氣旋的 後續消息 東非三個受災的國家 目前有高達兩百多萬人 受到影響 而救災的行動 持續的進行當中 隨著部分道路恢復之後 越來越多偏鄉的災民 可以領取到救援物資 以及得到醫療服務 家園慘破不堪 髒亂的環境 讓災民生活更加困難 一代氣旋橫掃過後 莫山比克臨近貝拉市的布奇區 缺少糧食和庇護中心 終於在當地時間星期一 包括大米以及小麥等物資 自由直升機送禮災區 由於有太多災民需要援助 緩不積極 恐怕沒那麼快 緩解現在物資不足的窘境 因此救援機構用船隻撤離 偏鄉居民到貝拉市 目前莫山比克約有十二萬八千人 住在臨時營區 一人我去過一名 是在一個學校裡 有三千人在一個學校裡 有五十個學校裡 而且學校裡已經半壞了 而且那些人只有六個廁所 擁擠髒亂的環境 恐會讓禍亂 瘧疾等疾病問題 更加惡化 國際組織也加緊腳步 提供災民乾淨飲用水和食物 避免水沒傳染疾病進一步擴大 大愛新聞楊晴編譯 針對這回這代氣旋一代 強襲東非地區 災情是相當的嚴重 有兩百多萬人的生活大受影響 台灣方面已經愛心總動員 昨天慈濟花蓮禁絲金社 以及教育之業體為災民祈禱 同時慕心慕愛 祝福災民可以早日的渡過難關 風災過後 這位墨三彼克的小女孩 曬著勢碌碌的課本 希望能夠趕快讀書 東非受到一代熱帶氣旋的侵襲 生活苦不堪言 慈濟教育之業體的師生 虔誠祈禱 希望愛心共振 讓他們能夠盡快恢復正常生活 小朋友也能快點回到學校上課 說在非洲一個這麼落後的國家 他們學生的求職意望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想說這是指導我們學生去學習 在中午休息的時間 我們就辦這個祈福 希望說給這些非洲的這三個國家的 祈民希望他們可以安心 我們要付出更積極的行動 東東的銅板聲敲響更多希望 大家慕心慕愛 希望能夠幫助災民安住生活 與心中的恐慌 大海新聞花蓮綜合報導 同樣為東非三國祝福 慈濟醫療置業體 也在昨天同步發起祈願原非 善念匯聚的活動 醫護同仁們利用午休的時間 呼籲大家愛心大串聯送愛到非洲 台北慈濟醫院的同仁與志工 利用午休時間替受到天災肆虐的 馬拉威 星巴威以及莫三比克 三個國家的受災民眾舉辦祈福活動 很哀傷的心情 來跟全院我們的同仁還有志工來莫愛 那邊的志工很少 我知道善人有這個願要去幫助這些苦難的人 我相信這一次呢 善人會把我們的愛 把未來的希望都帶到非洲去 人傷我痛 人苦我悲 同一時間 台中花蓮以及大林和斗六慈濟醫院 也同步祈福 它代表的是人類的一個起源 它代表的是人類文明的一個搖籃 那它更代表的是我們飲水師緣 知道回饋的那份感恩心 上人也一再在憂心 在呼籲非洲的慈濟人都進去了 那他們需要更多的資源 這個不在錢的多少 在負的是我們以後在非洲前進的力量 全體的我們所有的慈濟人都應該動起來 人如果沒有照天理 天就沒有照顧 就有這種災難 可以讓我們當人開發那份愛心以外 也可以有一個基準的金角心 可能起金角心也要不夠 要身體力行 最簡單的就是要從素食開始 響應如素 減少溫室效應 一幕幕天災肆虐的畫面 喚起大家的愛心 共同凝聚善的力量 一方有難 十方持緣 透過點點滴滴的愛心 要跨越海洋 祝福當地災民 早日重建家園 拜新聞綜合報導 3月27號這天 全球人員論壇將在慈濟美國總會舉行 幕後籌備工作正如火如荼的進行當中 接下來的報導要帶您看到 生活組忙碌的情況 1 2 3 4 5 熱烈四射 充滿朝氣 全球人員論壇前置 迎賓團隊再三練習 實際美國總會從大門開始 就讓人眼睛一亮 水池的部分已經放會了十幾年 都沒有在用 那現在剛好也是做一個大型的LOGAL 來展示 讓大家有所看到 任何活動總離不開吃 相繼團隊的用心規劃與巧手 色香味都要讓人使家留香 我們已經籌備了很久 那這個籌備當下 我們就列了很多的菜單 包括點心 那這些點心都讓他們 感覺到有家鄉的口味 那也有一些外國的大漁王 我們也有考慮到他們的吃的口味 所以我們也用了一些屬於馬來西亞的 食物這些 希望他們吃的能夠非常非常有愛心的食物 那因為我剛剛講人數多 所以很多東西我們也必須要在這兩三個禮拜內 先做一些儲存起來 美西六個合器分組不分心 要與來自全球參與活動的慈禁人 結一份歡喜親近的緣 單一新聞 這是美志工 美國報導 繼續帶大家看到真的是看天吃飯 台南市的後壁區主要生產稻米 葉片枯黃 整片五一幸免 全都罹患到熱病 農改廠派員勘察 除了天氣因素 還有農民施肥也出了問題 我們在想要但是就沒工 一邊就給我丟下了 一文字啊 這平均一轉眼睛 這個一文字都兩百瓣 兩百瓣就對了 那最主要就是因為肥料失太多的話 它就比較容易水平這樣生長 專家說最近下雨溫差大 濕度高 加上農民試用過量的淡肥 雷島製稻豬長得快又濃密 適度擴散不易 才又使刀熱病的病原菌快速生長 就那個溫度不穩定 大概24到28 高高低低 高高低低這樣子 那這幾天就晚上下雨 像昨天晚上下雨 今天早上的溫度大概是256 26這裡 這種比較容易發生刀熱病 我剛好處理頭 現在還營營嗎 還好溫度 以往刀熱病號發期 在清明節前後 今年不穩定的氣候讓農民亂了手腳 趕緊提前噴藥預防 而這波倒熱病 農民的收成量和品質 直接受到影響 只盼趕緊用藥減少損失 大愛新聞派 鄭瑞平台南報導 健康話題來關心我們的情緒問題 人生當中難免會面臨生離死別 如果心情沒有調適好的話 不少人會產生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而且現在有研究發現 長期處於傷心的情況之下 對心血管也不好 這是三種跟台北慈激醫院 還有中國醫藥大學新竹複社醫院的 跨越合作 昨天正式對外公開 面對這些生死關頭 痛的不只是內心的感受 還有膩的身體 常常腦中會不斷地回想 當時那個恐怖的場景 如果是因為長期 比如說超過半年以後 還在經歷這個創傷後症候群的 一個症狀的話 那這個癒後就比較差 就容易走向慢性化的一些情況 國內一項跨院研究 分析台灣健保資料庫 在4765件案例當中 953位具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患者 和3812位沒有離病的對照組相比 經過13年的追蹤 發現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患者 罹患三高代謝症候群和心血管疾病 是對照組的4到6倍 創傷後他身體的一些免疫反應 的一些發炎的指標 都會比一般人要來的強 再來就是說受虐的一些經驗的 或者是受到一些家暴的這種經驗的 像交感神經發現 他都會比一般人來的強度要來的高 一旦交感神經長期過度反應 加上血管發炎因子升高 長期下來就容易導致心血管疾病的發生 醫師提醒通常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會伴隨著睡眠障礙 要是一週三次出現失眠 且長達一個月就要尋求專業諮詢 帶來新聞雷亞科興志 特別報導 系列報導愛的爆爆持續來關心家庭暴力的問題 關於家庭暴力所帶來的創傷是長遠的 不但會影響到人格發展 也會在世代之間形成心理學所謂的代監傳遞 因此如何終止暴力 受害者必須要學會好好的保護自己 並且勇敢地站出來 像是說出自己的故事 進行心理諮商 畢生的努力與成就 就是為了向世報的雙親 證明自己的能力 這是年紀六旬的大齡 他的人生課題 也是許多家暴受害者的議題 我的父親在人生三個關卡 第一個他生重病 開刀 第二個他的工廠面臨危機 第三個他臨終的時候 在這個三個關卡的時候 他需要我的時候我回來了 我也讓他知道說 其實我是一個很有實力 很有能力 很有價值的一個女兒 那個時候我的父親要跟我說謝謝 所以他跟我說謝謝 跟我道歉的時候 我就全部受害了 但是來自原生家庭的痛和責任 依舊讓他面臨漫長的心理治療 我面對你媽媽給你的這些 目前的處境 你想到什麼就說什麼 以前我會很心疼 我會很捨不得 我也會跟著他背上 可是現在我不會 我只是會決然無奈 傷疤就是傷疤 痛就是痛 這個不可能痊癒的 你要忘掉 因為人都是有記憶的 而且當你再去看到別人 跟我們曾經得過的那個暴力的經驗 一樣的時候你一定會回來的 不可能忘記 但這個傷疤你就是不要去碰它 就是讓它沉澱 根據心理師的分析 家暴受害者往往會有兩種 極端的人格發展 他很有可能會拷貝暴力模式 向外尋找更弱勢的人或動物施暴 或者是向內退縮 發展自卑 冷漠 疏離 甚至是自殘等負面特質 而這些情況都需要長期療癒 他們把他們的暴力跟憤怒去講出來 有的時候光講出來 就有很大的療癒的效果 因為發現原來我可以 原來我的人生是可以我只有說 而我不會真的變成像我父母一樣的人 先讓自己放鬆 去了知它 去覺察它 更好我們的呼吸 更好我們的腹部 具有心理師執照的大會法師 正在帶領以療癒家暴為主題的團體課程 他使用的方式是結合正念禪修 在心理學這個治療裡面 就是看到有一些個人的議題 其實不單單是個人的議題 從排列裡面會看到跟家族的系統 有非常深遠的一些連結 如果這些議題沒有被看到 或被去化解的話 這些家庭的複製會一代一代的複製下去 剛剛你有提到殺生是你們加油這方面的議題嗎 因為我們家族這邊是屬於 我直接講嗎 可以直接講嗎 就是蔣軍男 蔣軍比較直版 歇徒賭博 家庭暴力 婚姻不幸福 我覺得沒有人會喜歡過這樣的生活 追溯源頭可能跟他的軍人外公 在國共內戰時參與殺戮有關 心靈的創傷 迫使外公對妻女暴力相向 我只知道他為什麼要虐待我們家 虐待我媽媽 虐待我們姐妹這樣子 而且他這樣子對我們 所以真正療癒的話要看 第一個就是要取決於說 他自己本身是不是真的願意去看見 負起自己的責任 抱久一點 帶著愛 我們也帶入一些正念的觀念 正念的覺察 覺察能力越強的人他會知道 當他生起這些情緒 感受 想法的時候 他身心也會產生很大的震盪 他也不會再去傷害人 我爸自己療癒好了 我媽媽跟我關係好了 跟我爸爸和解人 我可以把我這輩子 也是工作之餘 奉獻你們的信心 對自己好 變世界比較好 在真實的故事裡 看見自己的投射 治療的路或許漫長 但永遠不孤單 對自己的地道 都善悲 我們希望可以看到 對自己的責任 等到一座 那無所謂 才會 又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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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予少說 新闻最后一起到意大利 来看到当地正在举办太空展活动 感谢您加入今天的 大概十点新闻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